因為我在畫的時候不會刻意的挑選 可是就是會挑選我非常有感受的東西吧 就是如果沒有任何感覺或是覺得無聊的話 我就不會把它算是用繪畫當作語言書寫下來 所以可能連結性會比較強 因為我從小就是讀美術班 就是國小三年級到高中全部都是讀美術班 但是讀美術班它有一點就是它不會讓你知道 你是不是真正很愛畫畫 只是它會讓你知道你會畫畫 可是就是上到藝術大學之後才發現 喜歡跟不喜歡就會讓你有一個分歧點吧 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歡就會繼續做下去 不喜歡可能就會嘗試別的美材 錄像或是裝置甚至理論 所以我也是到大三才開始就是 就是覺得這是一個我最喜歡做的事情 我跟很多老師就是可能不會單獨跟一個老師學 就是可能我跟同時會跟很多個老師學習 就變得好像沒有那麼志士吧 就好像一定要畫模一個畫法才是對的 這好像是蠻好的事 就是比較幸運的事 所以進入我現在是二年級 研究所二年級 所以比較多是學校的制度上的需求 所以要去寫一些論文 當然在寫論文我也覺得很好的是 就是可以去挖出一些 就是或是去書寫一些 就是這個時間點的事情 因為我的作品就是比較跟這個 我當下的狀態有關 所以就是藉由這個好像也可以把它做一個整理 創作的靈感來源 有蠻多是生活上的事物 也有一些是 就是經由這些事物的發生 然後去有點轉化 變成這個時間點的產物吧 就是我後來才發現 就可能一開始是比較不自覺的就這樣畫 後來我就發現就是我沒有辦法讓 畫中人物的眼神定交在可能畫外的空間 或者是就是畫內的物件 那樣會變得有點別扭 因為也是在畫的就是 畫的時刻也不是那麼專心 就是它是有點換散的狀態 所以真的如果要讓它看某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會沒有辦法去選擇 所以就變成它是一個無法定交的眼神 家庭合照這一張是我就是研究所之後 就是又更少更少跟家人在一起吧 因為就是學校的事情要忙 然後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一些算是志向嘛 就是所以一開始可能在大學的時候 我的作品會比較多是跟朋友家人 尤其是家人吧 就是會畫我爸或者是兄弟姐妹 可是研究所之後會不會變得他們會在我的創作中消失 然後因為再一次的討論就是跟朋友聊天啊 就是我才發現了這個問題 就會覺得好像這個這件事情的發生是我的 有點類似舒適嗎 就是我沒有去關心他們的事情 所以才變成 因為這件事情太對我來說是一個蠻 因為我沒有這樣想過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是蠻重要的一個打擊嘛 所以我就把它用 因為我的人物很大 因為我只想到我自己 所以他們在背景就變成一個裝真的照片 所以就有點類似他們 就我還是很想念他們 可是就卻沒有真正去關心 就是不是畫成我把它們畫出來 就變成是我把這個我知道的事情畫出來 喔有啊他們說為什麼我把自己畫那麼大 我說因為我都沒有就是沒有想到你們 他們就說對啊 這樣要多畫一點家人啊 就是還是會 就我是覺得這個蠻好的 這個對才是蠻好的 就是至少 他們能知道 就是 我 就是知道那些 這兩件都是有點跟家人有關 因為當歸 因為我們家是中藥行 然後當歸湯是一個他們會寄上來給我喝的補 就是四神啊那種四物湯 是他們會寄給我喝的補品 然後當歸這個字就變成一個跟家裡很有連結的 這這個當歸就變成一個好像他們是一種呼喚嗎還是 就在我在喝這碗湯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還是要就是多多的去想到他們 下面這一張就是我 這一幅是我畫學校上課的情境 這是一個 這是老師 然後他打投影 可是他投影裡面的圖片卻沒有翻轉 然後在上課的時候他就在講解那個藝術家的作品的時候 我們卻看到是一個就是它是一個反倒著 就是不是正確的方式的圖片 那因為是上課所以也不會特別去修正這些東西 就變成我們也很理所當然去接收這個這個安置 這個這個放置 就是這一張是在疲憊與等待的時候沒有遮蔽之處 那要先提到他的那我就先從他的名字下去去談討論 就是他因為在疲憊與等待的時候 他在疲憊與等待是一個 算是台灣之前的一位藝術家用過的 用過的詞語吧 但他是用在疲憊與等待 疲憊與等待之屋 就他的作品是做 用很大的木造做一個很大的屋子的形象 但是因為他的 因為我因為一個契機就是 我曾經當學校的工讀生 然後必須要去打掃我們一個美術館的儲藏空間 然後在那個儲藏空間裡面 我就看到他那個木造的房子很多 就是一棟一棟的封存在裡面 然後那時候也算是一個 因為繪畫在我們學校也是比較算小 就是慢慢的被變成一個是以前的媒材 然後所以我就藉由一個在等待的人去影射這件事情吧 就是因為疲憊與等待之屋被封存之後 那所以在疲憊與等待的時候都沒有遮蔽之處了 然後但是我那個沒有遮蔽之處 是用那個葉子好像就是很 沒有樹蔭的那個方式去轉化它吧 這個需要運氣的人就是他的契機是在 就是跟朋友的家人去買那個紫水晶的墊 就是那個紫水晶就排滿了整個那個賣商場 但是就是這個紫水晶能代表的是一個運氣的代名詞嗎 還是什麼 就是擺回家就是好像風水對了一切一切事情都會好轉 然後我就想要把那個這個抱著很重紫水晶的這個人物 變得好像他用很費力的方式去得到這個運氣 就他抱著這個運氣 然後就這個狀態吧 然後這一張是在去年冬天畫的 因為去年冬天的就是完全沒有冷的氛圍 然後所以我就畫 但我畫的這個就是他把 因為冬天通常都是手腳會如果很冰冷的話需要溫暖 然後就是畫那個人把手伸到另外一個人的衣服裡面 但是因為壞掉了 冬天並不是那麼冷 所以他感受到溫度也許也不是這麼的冰冷 就是有點他那個就是與兩人之間的感受並沒有這麼敏銳 因為這是我這次在疲憊於等待沒有遮蔽之處是我的第一次個展 然後在這次個展我就是把我研究所一年級的作品展示出來 然後剛好在這個時期可能 因為這個時期有點是銜接我從大肆要轉變我繪畫的 可能是從室內轉到稍微室外的 就是觀察的東西會比較在比之前 就是跟之前比較起來比較沒那麼狹窄吧 然後就有點類似那個研究所一年級的轉化就是在這次的展覽展出 這兩點我都有就是稍微希望可以藉由這些去加強我的算是表達方式吧 就是在繪畫上映的話 就是可能會選擇去一些人多的地方打工 就我打過無數種亂七八糟的工 然後書的話因為是學校也必須就是會推我們一定要去讀這些書籍 然後因為我本身也很喜歡一些小說 嗯所以會就是會一定會去涉略這樣 我不會特別就是我會看 也許國內國外就會特別去看 可是不會特別去研究嗎他們的方式 可是就可能特別喜歡像譬如說台灣的水墨家余蓬 就是他那種繪畫的那種方式很就是很直接然後很豪放那種的筆觸或者是 就我會比較喜歡從書籍跟電影去去就是去看到更多東西 會想要去看這些書籍電影 它有點像是因為我們家人就是很忙 所以小時候我們家旁邊就有圖書館就是就是都在每天都泡在裡面 就有點像是從那時候的影響吧 因為那時候也不會有太多的藝術家的書籍讓我去翻閱 比較多的反而是小說類的 就是不管是高中圖書館也是就是很多是小說類的 或是DVD那個就是一個我可以很直接就拿到就砍的東西 可是像藝術的書籍反而在台灣的非藝術大學會比較少 就是平常鄉下的那種圖書館是不會有那些書的 那就變成是我要可能去一些特別的書局 或者是網路才會去看到的東西 相較於小說跟電影那是我更直接能取得的 捏陶他的契機算是因為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就是成為陶藝社的社長 然後因為他就在那邊當社長 我就會去找他玩 然後捏一捏之後就會 越來越覺得陶它是一個可以很快就跟生活很貼近的物件 就譬如你把陶做成一個 就是它可以做成陶書可以捏成杯子盤子 就是一個你可以分送給家人朋友 然後你自己也可以用的東西 所以就會就會更想去就繼續捏下去吧 那這個它是一個就是它是 我可以拿起來嗎 它是一個陶靈 然後因為陶靈通常會被做成一個可愛的形狀吧 或是聖誕老人之類的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是覺得如果是陶靈的話 它如果是很適合在人的這個意向裡的話 應該是一個就是肚子剖開的人吧 因為那個鈴鐺就是在裡面讓你發出聲音 那就是肚子裡有什麼東西就會發出什麼聲音 對啊就有點類似那樣的感受 然後這樣這個就是比較可能我先做出一個直筒的人 那時候是就是可能我媽很喜歡插花 所以我就想說做一個花器吧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那花器的下面 因為我很喜歡人物 所以我就把人物的表情賦予上去 然後後來就變成有不同的人吧 就是有胖胖的人瘦瘦的人 然後也有戴面罩的人 不同的人這樣 嗯 然後這是一個 小臉 然後看起來就是很驚呆的人啊 就是呆呆的這樣 就是希望就是假使有人可以使用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會覺得這是一個跟他個性有相像 或者是就他們可以藉由這個去挑選 就所以這個東西雖然對我來說是很 就是我賦予他一個個性 就是我賦予他一個個性 可是可能對跟他有相同個性的人 就會讓他有另外的東西 就是他可能對啊就會變成又又不是那樣的 就那個轉變是蠻好的 應該雖然說是跟個人的好像一個美感經驗有關 可是我好像也有一點是覺得 如果所有的東西都那麼平滑那麼滑順這麼美好的話 那就不需要我了 就是那個東西是一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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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是自發的嗎 就是 譬如說看到一些很很美好的東西 雖然也會真的會喜歡 可是就會覺得那些事物已經夠多了 就是那是一個 嗯 好我知道那個很美 真的那種感覺吧 嗯 可是就會覺得 嗯 那如果我把它 還有的另外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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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猜嗎 就是這個 東西它有的另外一個面相 可以再去 讓它展現出來 的話 應該 對我來說還是蠻好的 嗯 那 家人在看待我 就是因為我第一次個人來 所以他們我們全家都有去看 那 他們對我的作品是 就是 他們很支持我 繼續做做做 就是繼續畫畫 或者是 做藝術相關工作 可是 在 支持與包容 之外的話 他們好像就是 在理解上就比較 比較少吧 就是他們不會特別去 覺得 呃 我畫這個是 為什麼 或者是 這些東西是 是不是真的很好 他們會抱持的比較是 你開心最重要 可是 他們會覺得 那 如果可以的話 可不可以畫一些更 更美好 或是 更 能賣得出去的 東西 就是他們還是會有一點 那樣的 聲音出現吧 嗯 可是 對於這一點 我們就是達成 目前是達到一個 小小的共識 就是 讓我試試看吧 就是 嗯 那一次的個展 我有就是 是 因為會想要每一張 慢慢的去介紹 就是我在做 就是這些圖的背後是什麼 可是他們會 哦 這樣子嗎 可是這個人會不會 畫得太恐怖了 就他們會執著於那個 表 就是比較畫面的東西 嗯 嗯 嗯 我有跟他們解釋說 因為我現在我蠻想要 就會 就會冠上一個名稱吧 就是譬如說有一些 學者可能就會覺得我們是一個頓挫時代 就是 就是所有 就是 你們就是跌倒了 就是 爬不起來啊的那種 那種 或者是 你們就只關心 超級微小的事物 那為什麼你們不關心 大一點呢 全球的事情呢 但是這些事情到底 是不是能用藝術去解決的 我覺得連這個都是 沒有辦法去說清楚的 那 我們先從可以掌握的事情 慢慢去累積 慢慢去累積 那會不會他們最後變成一個 能解釋我們這個時代的東西呢 就好像 他們會把這個可能性變成一個 我們只在乎小確信或什麼的那些事情 可是我覺得我並沒有因為這些事情 覺得這是一個 值得 確信的事情 而是 它變成有點 我能確定這個時代是 很糟糕的很爛的 就是 變成是 好像 他們在看的時候只會覺得 因為這個事情微小 所以他們不重要 可是這些不重要的事情 卻是衝刺 不停的衝 就是衝刺 就是整個我們的生活 那 為什麼不去好好的抓住他們 而是讓他們一直 就是好像 小東西就是丟掉 小東西就是丟掉 而是要去抓一個好像大議題 才是 真正藝術家開去做的事情呢 就是這是我一個很 沒有辦法去 理解 就還沒有辦法真正去理解的事情 如果 他們的模型 是一個 死掉的模型的話 那就不是一個好的模型了 因為每一個時代本來 就不是按照他們預計的那樣去走 或者是 去發生 而 當然大時代還是不停的在發生 譬如說 很多 事件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那些事情到底要怎麼去 改變呢 或者你可以藉由這些 藉由一些發現 讓他們去被 被看到 就是 就是哪一個是 想 就是 是重要的嗎 就是 這沒有辦法有一個答案嘛 所以就會 有一點 還是會 還是會 想要繼續朝自己想做的方向去發展 我有想過這件事情 就是我可能 在看待我畫的時候 我會希望 我會覺得他們就是畫 然後我就是一個 畫出他們的人 但是 如果是 因為我覺得 藝術家有點類似 名模 就是你不可能說自己是名模 就是 名模是別人給你的 就是人家覺得你很厲害 才會就好像是名模 可是 自己的話你就是一個創作者吧 你就是一個 這是你的志業 所以 如果 別人呢 那樣看待你的畫 是很好 很幸福的事情 可是 自己要去 看這件事的話 我覺得還要 再繼續做下去 就是 那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才能定義的事情 就是關於藝術家 或是 對 畫畫是 我 有點類似 它是一個語言 就是書寫 就是它類似書寫 它是一個方式吧 就是一個紀錄的方式 然後 我會 想要把 就是 我在這個地方 然後 所捕捉到的事情 把它 顯影 就是有點類似腦內的顯影 就是腦中的東西把它顯影出來 然後 讓它變成一個 可能 成為一個 我當然希望它有一個共同的感受 就是共感 然後 但是 如果有的話 我就會覺得 那樣就很好 嗯 我覺得我算 滿幸運的吧 就是可以 遇到一日 就我覺得 因為平常可能 大多的人 並不會覺得 這是好 就是 這些東西是 可以擺放在家中的 你賣出去的人家會覺得 精緻 的 一個 框 框框嗎 嗯 可是 就是 在那個 框框 如果那個框框 可以越來越大也很好 就是 就很好啊 所以 我希望可以去擠壓那個框框吧 就是 但我的東西有點類似 喜歡的人就會很喜歡 可是不喜歡的人就會覺得 這是什麼 的那種吧 所以 我目前也還沒有真的很 很清楚它的 定位在哪裡 出現 對 平台 助理 除袁 對 自 Mai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